以为合成旅已是巅峰 没想到我国的无人装备那才叫科幻 据相关数据显示 我国无人机已经出口到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那么出口这么多先进无人机 真的不怕技术外露吗 其实资深的军迷都知道 但凡是我国能出口的武器装备 那都不是最先进的一款 甚至已经不再是我军的主力型号 目前对外出口的军用无人机 型号主要集中在翼龙12系列 以及彩虹345系列 以上型号的产品都属于中型查打一体无人机 此外有国家做过实验 凡是卖出去的无人机 只要接近我国边境现实 就会自动返航 就算他们拆了GPS也没用 这个发现直接惊呆了国际社会 也让国人狠狠骄傲了一把 看看我国的军工实力 已经先进到如此的程度 真是让国人扬眉土气 其实对于任何一个工业国 制造无人机难度并不大 简单来讲 只需常规的小型飞机布局 搭配上涡旋发动机 如果想让无人机自主飞行 还需要配备卫星导航 芯片以及光电转弹 最后就是根据需求 搭载空对空 空对地等制导武器就可以 而这些装备中 最牛的技术并不是发动机 而是控制系统 这才是绝大多数国家 难以逾越的技术门槛 因为无人机内部的航电系统 与导航芯片 只有通过地球外部 覆盖全球的卫星网络 才能实现全球打击 目前这个世界上 有能力独立发射和应用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国家 也只有中美俄三国 也有网友吐槽 咱们自己家的发动机落后 实在的说 以前确实不够先进 但是现在咱们的 无真实出口性 也就是一龙式无人机 为啥要换发动机呢 就是因为发动机过于先进 怕出口后 别人拆下来用在巡航导弹上 所以你觉得我们现在 和国外的发动机技术 差距真的还那么大吗 我国如今的无人机 不仅性能优异 价格也十分便宜 一龙二无人机一架 就能打掉12架外国无人机 价格还不到老美同级别的十分之一 其实大家没有必要担心技术外露 对于自己掌控的核心技术 肯定有着自己的保密方式 即使外界全面拆解 也无法刊破最机密的核心 而且除了对外出口外 国内更是形成了 最齐全的无人作战体系 首先是查打一体无人机 主要有彩虹系列 一龙系列 其不仅挂干能力强 续航时间长 而且在实战中 已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绩 其次是WZ9神雕无人预警机 该机高25米 一展50米 最大载重20吨 具有体型大 航时长 载重多 机载雷达先进等特点 一旦投入到战场 几乎所有的隐身战机 都会无所遁形 接下来是攻击11和天鹰无人机 尤其是刚刚亮相的天鹰无人机 据说与传说中的轰2是非常相近 要知道战略轰炸机 本来是我国的一块短板 一旦短板补上后 歼20机群将与无人机编队 共同组成强大的战斗机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